大家好,Ka姐今天去了买菜 通胀不停升 要做家庭主婦 要计算 要买一些高品质的食材 回家煮得一样 我今天买了士多啤梨 这品牌是美国来的 在很多士多啤梨中 品质比较稳定 不会很酸 或者很淡 没有果味 士多啤梨的品质比较稳定 买了一盒士多啤梨 8-9元 黄金的Kiwi 很好吃 买了这种很颜色的 Cherry Tomato 用来做沙律 很好吃 买了一袋 新奇士橙 夏天 很多时候没有胃口 吃生果 橙 或者用生果做沙律 这一袋很重 背起来背得很辛苦 大袋是10元 9.99元 你干着是10元 但商家多数都是这样写 买了一盒这种鸡腿 焗鸡腿 很多人去Corsico 多数都会去买烧鸡 我反而喜欢烧鸡腿 我这盒7个多 半个沙律 或者吃米粉 吃面 7.47元 有四个 挺好的 在另外一间超市买的 Ginger Beer 夏天我们家喝饮品 非常之厉害 很厉害 这一款我看到它挺漂亮 是红色的 它是西柚和青柳 的果汁 但我看到它的颜色很漂亮 在家吃饭可以喝 买了一包 意大利的蝴蝶粉 用来做綠Die Dine 也可以赞布 每个早餐 或者午餐 也可以 很好吃 滑滑滑滑的 放一些海鲜 也可以 也可 放些牛肉 也可以 牛肉 食品 做成食品 菜 Gru誌 只要用高财 atoms 将它的输入肉 其实用鸡肉 用一些香草、蒜、醃 开胃菜是很好吃的 在餐前夹一点,很开胃 还有做伯格、sandwich 放一些进去也很好吃的 我今天就买了这些 我又去了唐人街 有包冰 唐人街买海鲜就要问他拿一包冰 买了蜜,买了$14.98 也买了这一款 这一款是太子庞 买了$11.42 放在这里,让它兔沙 我教过很多次,示范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让它兔沙 沙很快就会在盆底 我今晚就会煮一个汤 这些是太子庞 今晚吃,你下面一定要放一点冰粒 这样就养了 今天去买菜,买了差不多$70 买什么肉,我寧願买海鲜 这样就养着它了 我将它来煮一个汤 到时就给大家看了 一边煮菜又和大家聊聊天 温光华的下餐有很多餐馆 什么餐馆都有 现在因为夏天 很多人都喜欢坐在室外的 那些汽車 有时我都会买菜 或者走过 经过 有时都会看一看他们吃什么 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东西 真的,每天都差不多了 其实我们买到的食材新鲜 都可以拿回家煮的 特别是西餐,他们很注重原汁原味 没有那么多酱汁 而且他们真的很简单 少少蒜蓉起锅 一些鸡汤 他们就会煮了海鲜汤 蜆汤 我现在都不例外了 我也是用这些鸡汤和清酒 就煮一个海鲜汤 这些蜆在北美洲 在温哥华 就真的很多 也是便宜到不得了 499一磅 那你还想吃什么 如果你去海滩里去挖这些蜆 因为这些蜆全部埋在沙堆里面 你如果真的挖 就真的很辛苦 这些应该是用的吸管 用吸管来吸了这些蜆上来 所以现在买就算是很便宜 现在也是一个季节 现在虽然都有加拿大龙虾 但是夏天我总是觉得 那些龙虾就比较小 如果你要2-3磅 那些 很多时候 一抽的时候 就会有这么大 你现在除了蜆 你也可以用青口 那些脂肪 来煮这只汤 现在已经是7月 差不多7月 今天也29日 现在有什么是应节的海鲜 就是蓝蟹 或者住在亚洲的朋友 对蓝蟹就比较陌生 但是在北美洲真的很多 这些蟹有些很小 有些都挺大 有好像大半个手掌 那些肉 就不是很多肉 但是它的肉 就很鲜甜 那你如果买得小的 就回来 全部倒入一个大煲 就熬汤 那些汤是非常鲜甜的 吃蓝蟹 主要不是吃它的肉 而是吃它的膏 那些膏是多到 就是照它的蟹的体积比例来算 是多到你在香港买的那些 顶角膏蟹都不够它的蟹膏多 真的很多膏 很多朋友就把这一只蓝蟹 就买回家去蒸 那你蒸的时候 你就去一些韩国的超市 就买一些俗语说 他们说芝麻叶 其实就是紫蘇叶 是新鲜的 那你就垫在蒸的蟹底 然后就铺上这些蟹上去蒸 蒸熟它 你就把那些膏拌出来 哇 那些膏是多到不得了的 那些膏好像咸蛋黄 你要把它来煮这个蟹膏 炒那个桂花翅 或者拿来包小笼包 总之你喜欢吃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中老年人 你怕胆固醇 吃了之后那些坏 胆固醇会飙 那就是小吃了 因为这只蟹 纯粹是吃蟹膏 那我很久很久之前 应该是去年的一条片 我都有做过一个这样的 买过蟹蟹 我用来做什么呢 我用来煮粥 煮滚一煮粥之后 就洗干净这些蟹蟹 蟹蟹买回来 它都是生的 它是承螺的 那你便选择 用键来选择 你看到它又多高又大 那你便选择 其实是很便宜的 不是很贵的 那你回来就用牙刷 擦干净泥沙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呢 就把它来煮粥 是非常之甜的 如果你现在 或者住在北美洲的朋友 看到超市 或者鱼档 有这一只蟹蟹卖 那就应该去买来吃 现在 打落也是它的季节 这些蟹蟹 一直 当做到 哪个时候 日冬之前 它就没有了 所以它就是夏天 这个盛夏这个时候 就非常之多 如果你开船出去 开些游艇出去 它就是近在岸边 有岩石的地方 你就吊一些蟹籠下去 哇 非常多的 这些捉这些蟹蟹 你也都要去拿个牌 不可以说你去捉就捉 但是它就没有那只温哥华蟹那么严格 要你多大的尺寸 其实蟹蟹的尺寸 真的很小 你不可以说用温哥华蟹那种尺寸 去规定你要捉到那么大只 你才可以拿走 但是真的很甜 很鲜甜 那只蟹蟹呢 那只蟹蟹呢 我很多时候就用来煮粥 或者是煮汤 如果你在超市也都看见 有一些杏瓜 你买一点杏瓜 买一点杏瓜 买一点肉片 再去滚这只蟹蟹 给一些姜 滚这只蟹蟹的汤 是非常之 很甜 很好吃 很好吃 现在就去过季节了 相信很多鱼当都一粒一粒 拿出来 是细细的 很好吃的 你拿来蒸熟 你拿了些蟹膏出来 然后呢 拿了蟹膏的蟹 你也可以拿来煮汤 拿来煮粥 也可以 肉就没什么肉的了 说老实 但是 那些肉也是非常鲜甜的 我今天就很简单 我就是一个沙律 是一个蜆汤 有几片沙瓦豆的面包 看着那个植羊 我现在就吃饭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